大家好,老王,我又来了 你们总说我不修高端机,不修高端机 其实不是不修,是真的不能拍 今天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拍一个 这是一台华为的6730 24个千兆万兆自适应的这种光口 这面,哎呀,我操 这面还有6个,40G,100G的光口 这种高端货必是双电源呢 当然,这位老铁为了省运费 他只发了这么一个电源 4个散热模块 但是我没明白,他这个口 他是差什么东西的 老王,我咕噜寡闻了 据于这个老铁反应,这个机器目前是启动不起来 具体咋个启动不起来,咱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直接上电 大家无好耳朵 它的启动应该向飞机发动机 现在我们连上电脑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报错信息 你否拍这个破碗拍这么清楚 你测试视频是不是有这么清楚多好啊 它这个机器现在就是反复重启 这是之前重启的 从这块又开始了 接着重新启动 我们看到直接就是报内存错误啊 往下全是报内存错误啊 接着又重启了 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呢 我已经提前check了 里边是相当的新啊 一尘不染啊 一点灰没有 上面这些都是无所谓了 因为这边是电源 这块是风扇 这块有一个破接口 根据刚才的报错 肯定是内存出问题了 但是它有这么多内存颗粒 不知道是哪一个 或者说是哪几个出问题 那有人说 那不能是内存供电出问题吗 你像华为的机器 你说供电出问题 这个概率 那太低太低了 你可以低到忽略不计 尤其像内存供电 这种小功率的 你要说CPU供电坏 都有可能 但内存供电坏 几乎没有可能 那接下来就是CPU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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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拆了测 大家高低的等 很长时间 这不是一会儿了 大家好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经过我CPU的测试 我终于发现了 就是最顶上 这个内存颗粒 有问题 但是它没有坏 当我使劲地按着它的时候 它这个内存 自检就能过去了 然后呢 它这个爆错就变成了 现在这样 我们看到 内存不爆错了 接下来 一号这个信号源 我们看到爆错 二号这个信号源 也爆错 对应刚才 爆那两个信号源 错误的 其实就是它俩 现在是CPU 没有检测到 这两个主存储 而且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板子 有变形的情况 根据它目前这个状态 我完全有理由回忆 它这个机器是中摔过的 而且它这个摔 还不是这么立着摔 它应该是平摔的 你像如果说立着摔的话 像这种小芯片 它不会空汗 只有平着摔 然后板子震动 它才会空汗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这两个主存储 刚才我也是 稍微使劲地按了按 然后呢 它就能过去了 这么好的机器 这是活活的摔毁了 芯片你该换的换 该加焊的也加焊完毕 简单的拼装了一下 现在我们扣上盖 直接上电 那有人说不扣盖不行吗 你不扣盖的话 它这个风道就形成不了 你像这种交换机 这种芯片的发射量 是相当的高 你要是不扣盖 一会儿这上面就可以煎鸡蛋了 现在我们插电 迎接发动机的轰鸣声吧 干华为的机器 你就得始终默念 1100000 1100000 4字真言了 不能停 1100000 1100000 过了 1100000 1100000 就看能不能加载大包了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晚上又没有鸡腿 就看这一瓦了 如果再过不了 怎么哭啥都得赔赔一了 哎呀 漂亮亮亮亮 有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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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边 交换芯片自剪 能不能过去 哎呀 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这个心跳 都能过一倍了 有领先 始终领先 一直领先 有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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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机器 已经启动起来了 命令好 一切正常 没有问题 握把界面 也没有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 密码 我不知道啊 它这里边有配置 咱也帮我给它动嘛 然后 我又发现了一个 更牛逼的 我看到 它这里边 竟然有 100G的授权 哎呀 我腰少了呀 多腰点好了 各位老铁们 高齐准备好啊 状态灯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数据传输 一切正常 那有的老铁说 修这机器 利润一定很高吧 其实 修这种机器 真不如 修那种便宜的 九换机 因为修这种机器 这个风险呢 实在太大了 但凡 买到一个芯片 是坏的 直接又屁啊 那真是 裤炒 都穿不上了 还不如 修那些便宜的 价值低的 九换机 最起码 不担什么风险呢 大不了 咱们不挣钱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本期视频 到此为止 背了个背